是 他夠我做 因為我想學這個 我家人都愛喝 但我在家裡沒做過 我練一下 好 炒這個杏仁片沒問題吧 大概這樣就夠了 一半就夠了 夠了 今天做的這個版本是 比較適合家庭做的 我們不用太複雜 因為一般的南瓜農湯 甚至南瓜都會先去蒸熟 比較快 那我們今天怎麼用生的 因為在家裡面 就不用那麼複雜 我覺得不要太麻煩 對 你要做家齡檢疫版的 對 而且家裡就是 你家裡實在有南瓜 你就有辦法把它做好 現在實在有南瓜 就有辦法把它做好 這麼容易 對 你買了一顆南瓜 它雖然也可以放 可是那顆南瓜 你可能要吃很久 那就買那個 那個栗子南瓜就好了 不要太大 這個也是栗子南瓜 真的很大顆耶 對啊 其實有大小顆 這種大小比較好吃 肉比較厚一點 可能大家比較想知道就是 你如果要做南瓜濃湯 不是 最好是選 什麼樣的南瓜會比較好 一般還是洋南瓜 洋南瓜 對 切薄一點 把它打成糊 所以你如果說 你沒有辦法切那麼薄 你可以剉槍 也可以 顏色開始變成淺褐色了 只能用杏仁片嗎 都可以 杏仁片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杏仁片它比較稀式一點 你說要用花生 當然也不是不行 鬆弛 鬆弛更好 我個人是很喜歡鬆弛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子 再來 再來翻 夏威夷果 夏威夷果可以 南瓜籽 南瓜籽烤一烤可以嗎 可以 好 可以了 杏仁片要不要 現在有一些烘焙材料 對 都有 如果是原味的話 烘焙材料好 那我可以直接拿杏仁嗎 那個膜可能要 膜要拿掉 整顆的話 它第一個 不太容易炒香 對 我把它打碎呢 打碎可以 敲碎 可以 可是那個有時候 外面那個膜會在上面 那個不要嗎 那會苦 然後煮進去 顏色會變 南瓜湯是要用這種蛋來做湯底 一般的南瓜湯 我們為了讓它多一點 這個所謂的動物性的甜味 所以一般他們會講說 我需要雞湯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 你把蛋 蛋的鮮味是 蛋的鮮味是 蛋加上雞湯的話完美 是吧 其實蛋是一個完整的蛋白質 它所熬出來的湯 其實是比雞湯要來得快速 而且它的營養成本是夠的 所以不用擔心 接下來 我們待會會有部分的杏仁片 會放到湯裡面 部分會結束的時候 撒在湯的表面 它就會多了一個有咬勁的湯 我們的雞湯 對 待會兒要用它來熬湯 然後這個蛋就不要了 可以不用 沒關係 你可以用在別的料理上 來這邊開始可以炒 我這邊同步來炒比較快 最好是用橄欖油對吧 橄欖油 橄欖油比較不會膩 你也可以用葡萄籽油也可以 俊宏剛剛做菜 在竹筠軒旁邊還習慣 還可以... 它很順啊 它很順 他也會提醒我說該家什麼 豪氣的歌手來講 除了純隨意之外 這兩個算不錯的 我覺得他們是有 會做菜的歌手 好 你會要做新的大廚 要正常 這要炒到... 要炒到那種美娜反應嗎 炒到...不要太過 火不用太高 但要上色 要上一點色 因為不要上太多 不然那個顏色 湯色不好看 我就在想 有人那個湯色弄成這麼金黃 有那個南瓜湯 弄得很漂亮的那種 黃藍不自然的那種 好像那種工業原料一樣 顏料那種 鐵砂漬噴出來的 鐵砂漬 為什麼... 南瓜的脂溶性維生素 你為什麼沒有油啊 不用太多 因為裡面有油 這邊也有油了 不要太多 而且大概還有鮮奶油 還有奶油 所以它是可以乾... 可以乾煸它 沒有...我有放油 不是沒有放油 有放油 對 然後堅果打完之後 它有點上色了 它不就是要合在一起的 因為它是甜度的來源 一邊有油就夠了 就可以把雞湯放進來煮 不用等南瓜炒軟了 因為雞湯上去 你看它顏色馬上上來 因為你不希望炒到它的焦味 焦的顏色出來 然後影響到它的湯色 妳在家... 儒雲軒在家做過南瓜湯嗎 沒有 可是我家人也很喜歡 這樣我煮可是我不會 你不用去花這麼長的 應該說不要在鍋上面琢磨 太久的時間 你就是把南瓜 直接拿去烤 或是拿去蒸 那它就會有點軟化 它就會軟化 然後洋蔥你也可以拿去蒸 或是拿去烤 所以讓它軟 到處把它剝一剝 放在裡面打一打 它就是再把牛奶加進去就好了 這是最快的方法 完全沒炒 那香氣差很多吧 南瓜湯其實它... 但是我們因為用這樣的方式比較快 但其實南瓜湯 你其實喝不帶到鍋子 不需要鍋子 因為西餐沒有那麼在乎鍋子 可是你現在不是很多過程 都不適合在堆它的鍋子 我就說我不想去蒸化石鹽 所以我就用簡易的方式來做 這樣反而是簡易的 這樣對我來說是簡易的 因為我不然還要再蒸 蒸的時候我需要等 可能要三十分鐘到一個鐘頭 你沒有吃 好 那個不要吵... 沒有...怎麼會呢 我想要問一下如果就是 像南瓜紙不要挖掉 拿去蒸或拿去烤 那個紙也是可以利用的嗎 可以啦 但是那要花時間 花時間 因為南瓜紙不是說你拿起來 生的就直接下去 你要曬乾 對 它不是新鮮南瓜紙 不是 新鮮南瓜紙不能用 不行... 人會吃南瓜紙 是吃它外面那個膜 就是你那南瓜已經很熟了 裡面的那個變很甜 所以很多老人家會蒸完之後 就那個來吃 那炒到什麼程度 你現在用筷子一搓它就破了 就代表它一熟 對 你看它一搓就破了 那這個就是已經熟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過來 你如果是切厚板的 你還是要煮到它可以搓過去 你要把它打得很綿密 所以它的顏色很清亮 是因為加了鮮奶跟鮮奶油的關係 對 牛奶跟鮮奶油 顏色鮮豔是你用油去炒過 用油炒過之後 它顏色會變鮮豔 加鮮豔一起打嗎 我會加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是把香氣放進去 然後牛奶是要在這個時候下 對 牛奶這個時候下一點 有牛奶沒有加很多耶 不用 它是先在底 它應該大概還會再加 待會還會在鍋子裡面去打 它最後的味道 所以它的湯底的主要的結 主要的巴黎最好是雞湯 對不對 沒有雞湯的話用蛋 像剛剛那個蛋煎蛋以後 打水進去滾 那個湯底 那你如果說自己吃的話 你那個 真的很假耶 這顏色 很假 奶油放進去 加的是鹽吧 鹽吧 會加糖嗎 其實不太需要 因為它的難怪已經夠點 洋蔥裡面 那你的湯就要類似像這樣 它是湯狀湯 多夠 先奶油不放 最後放 繞在上面 牛奶也夠啦 那牛奶下的真少耶 因為我有雞湯 陳哥喜歡濃一點 濃郁一點 牛奶味多一點的南瓜湯 濃度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它太濃會不自然 你大概要繞幾圈 七七四十九圈 沒關係 好 南瓜湯就好 漂亮 好了耶 南瓜濃湯完成 接下來我們要吃 金瓜炒米粉 西蘭大廚大概 每年都要炒 來 香油我轉 金瓜米粉 澎湖人來做的話 尤其有說服力 這是算澎湖的一道 也是算一個名菜啦 每一家每一戶 都有自己的金瓜米粉 我相信 對 你的這個豬肉 我們有拿去抓煙 必須用 雖然豬肉是在這個裡面 是肉的來源 可是他希望它是有味道的 然後搭一點點的這些的 蔥白 蔥白進來 澎湖的金瓜米粉有 是因為澎湖產金瓜嗎 澎湖的金瓜會比較甜 海風嘛 所以鹹度也高 土壤也帶鹹 所以一些的作物來講就 在那個比較帶鹹的土壤 種回來的 特別甜 對 這邊胡椒粉 帶一點點的這個 帶一些的醬油 然後米酒 吸進來 稍微把它刷醃一下 難怪的部分 好了其實它在煮的時候 會比較快速一點 所以要帶皮啊 要帶皮 只是不知道量啦 因為我們就是一片米粉 對不對 一片米粉 一片米粉要用的金瓜量 不知道怎麼樣 至少要三分之二的量 那對啦 那對啦 對不對 我們對 金瓜米粉還是最重要 以海味為基底 大部分會海味 其實我們那邊有那個蝦子 膏的 我們講的膏 台灣講的火燒蝦那種 會帶那個進去煸 那米粉裡面嗎 我們那個狗蝦 是像這樣的狗蝦 狗蝦乾下去煸 那個香氣就很足夠 然後肉一定會比較少 對 因為我們那邊肉粿 好 後面這邊 溫度再把它拉高 然後就是左右拌 等一下會用這個蔥油 基本上在這道菜的油 其實要用的是豬油 對 其實要用的是豬油 一定要用到 要煸到這個程度 一定要煸到這個程度 你不要怕 那你萬一如果說 沒有煸到這個程度 你沒關係 你就拿來做 再爆香之後 再下來就好 好香喔 好 這個要炒的是 不是肉鮮 蝦米要鮮 為什麼 蝦米要變喔 蝦米是乾的 它不會 你下來就開始煸香了 它這個變蝦油 這個打底要從蝦開始 對 因為你肉下去有時候 那個油就變佐 因為肉的水分比較多 對 然後這個可以煸出香氣的 沒有 我們都有放一個 鮪魚罐頭 鮪魚 鮪魚罐頭其實是在 我們台菜的料理裡面 我們的金瓜炒米粉會加鮪魚罐頭 因為它做不出像客服的海味 所以就加這個進去 那你今天會加嗎 一定會加 一定會加 因為它今天沒有帶 土鮪魚 今天沒有土鮪魚 肉香也出來了 一樣再補一點點的油進來 因為這些油就是要 炒南瓜 炒南瓜 所以南瓜還是要稍微炒一下 南瓜一定要炒 不然它會有一個深色味 炒青味 米粉的部分盡量就是 要讓它不要過長 然後今天這個米粉 我大概泡了差不多五分鐘左右 你是泡常溫水還是熱水 還是滾水 冷水 來 一定要讓它變這個顏色 讓它塌下來 塌了 表示說 它的已經 串通力已經夠了 這個時候 來 這個要進來 鮪魚 鮪魚進來也是飯兩下 鮪魚或海殺雞都可以嗎 鮪魚就海殺雞 鮪魚就海殺雞 對啊 有分水煮的 跟油漬 有 水煮的油漬都可以 都是 一定要加醬油 對 這動作很重要嗎 那個鍋氣香 鍋香 醬香味 調味的部分 胡椒粉 鹽 糖的話就是看它本身的 南瓜甜度做不錯 鹽度 不難理解 這樣看起來其實蠻懂的 鮪魚懂的話 應該大家就懂 應該懂 有啦 它看起來很有概念 它做料理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把它撈起來 再撈起來 這樣把它放在上面 對 不然炒一下就發 這邊是要讓它化掉的 跟米粉結合作化掉 它一定會化嗎 它一定會化 炒的時候應該會化 這邊是把它放到上面 要收很乾嗎 炒米粉一定要收乾 好 進來之後你就 左右半就開始轉圈圈 三層烤售具 那你如果的米粉在外面 泡太久吸太多的水分進去 它這邊就開始會分 它味道吃不進去 台灣人全吃米粉的比例 應該跟麵不相上小 不相上小 沒有想像很多 沒有嗎 你看你真粉 也沒有賣得敗麵好 那不一樣 沒有 我的米粉也是 沒有麵好 就兩個老闆以市場調查來做 對不對 偷偷摸摸加什麼 沒有 就滴了幾滴的醬油進來 然後有一點 顏色 顏色跟香氣 它問你不要緊張 回得結結巴巴的感覺 沒有啦 因為剛好米粉也卡住 你都是喔 你來試一下味道 是不是再補一點點 又不夠了嗎 又不夠了吧 沒有 你要慢慢去補足它的量 好 這邊放進來 一講 沒有 加蔥 然後最後的這個蔥油 這個油全部都加 因為米粉沒有油不好吃 對 米粉其實潤口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油 第二個半就是水分 米粉好像塌塌這樣 對 所以水分都就是很塌塌塌 因為水分都一定塌 每個米粉的品牌 包括每個像就是細米粉 粗米粉 粽米粉 這都有差別 我們在地大部分 因為大量在炒製 我們都用比較粗一點的米粉 比較不會賴 對 比較耐炒 現在再撥進來一點點 不曉得還以為是咖哩 對不對 新加坡新作草莓人 對啊 你在幹嘛 我有了 這個不用汙醋對不對 汙醋其實有時候會點一點上去 不錯 它沒給的話就把 醋像是消化的 對 巴黎一樣 對 金瓜炒麵粉完成 好香喔 好了 我們上桌 走 來 南瓜片 濃湯 賽姆斯的濃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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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一個 小小小一口 小小 小小 它是南瓜 它好濃稠喔 好喝 絲滑若是其 金瓜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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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好鬆喔 中間的翻炒 它那個 那個鬆 要吃到那個鬆 可以吃到兩個